无我 我者 居长叶之体 由 主宰之用也 于人体 知由此 为之人物 于法 知由此 为之法 我们先来简单的 介绍这几句话 魔者 居主 这个居士居主 长叶之体 你常常执着 这个身为自己 我的意思 什么叫苦 佛法给他的定义 第一个是主宰的意思 第二个是自在的意思 如果从这个自意来看 我们在身上 这两个意思都找不到 但是 一般人都执着人的身体 认为生活 在佛经里称这个叫 人物执 执着 他从哪里来的呢 这就讲这个概念 我这个概念 是变极所执行 我的身体呢 是一塌其心 我的这个概念 是变极所执行 不是真的 是假的 是假的 如果有法 这一切法 你执着它 是真的 真有这么一回事 这叫法治 下面说 人生的 无云之家户户 无 besch 无常 云之国体 不质 你找这个 常 找业 找不到 我们这个身 物质的这一部分 这个肉体 外面有眼耳鼻舌身无关 里面有五脏六腑 这些器官 器官是什么呢 器官分析的时候全是细胞 细胞在分析就变成分子 变成原子变成电子 越分越细 分到最后就变成小光子 是这么东西聚集在一起 变成这个身体这个像 五蕴之假活活 为什么是假呢 它会分散 它不能永恒 你 这个假活活都是念头 主宰着的 一念 佛讲的这些话 一切发从心相声 这个心相就是念头 人随着年龄 脉象衰老 为什么会老了 到了五六十岁 老了 前一世里头就有老的念头 就一天一天老化 到七十八十 他老要死了 他一世念头他又死 所以他就会有命 如果他根本没有死的这个念头 那他寿命就会很长 他有死的这个念头 我怎么想能够多活进来 还是死 还是这个念头 年龄老了 他就想病 想身体健康 还是因为病 跟病 脱不了关系 没有一个正常念头 正常念头 没有这个念头